- 具體做法,我想要,因為我現在想要發行,我想要有智慧做出好的選擇,所以具體做法,我現在能做的就是持續經典,並且接觸相機。 你給自己每天一定要個十分二十分,因為年輕人忙,絕對不能夠一天之中,只是世間的那種感受,要給自己一個,你要先有乎愛,要有遺情懷疑,因為人生絕對不是這一切。 所以誦經就變成,明明白了就是我要換一個聖眼亮,所以我不是在經文之中想要祈求什麼,我也不是在經文之中想要說能夠獲得些什麼,都不是。 不是那種委屈,也不是那種茫然的那種需求,我只是知道,我就是懂得這個經文會給我一些不同的將來心中的改變,你也是懂得風水的人。 只要有這種發行,將來真的就會變了,突然有一天在逆境之中,你所送的經典,它突然就會變轉換心境跟智慧在你面前。 那吃送佛號這個意思就是? 佛號你就可以平常吃,平常就能吃了,平常要吃的習慣,平常做事隨時都能吃。 那個就是要打入平常中的。 假如平常你都能夠把心收回來,能夠持續佛號,人生沒有順境的,都是逆境。 但是在逆境之中,突然有一念,你是能夠把它收回來念佛號的。 你面對逆境的解讀,就一定跟過去不一樣。 一定跟過去不一樣。 很多東西是因為我們面對的時候沒有空間。 面對事情沒有空間,然後又習慣於你所習慣的方法。 假如說你面對任何事情,突然有個空間。 什麼叫空間?哪怕有一念就是空間。 你突然在面對再大逆境的現象,突然你心裏還有一句叫, 南無阿弥陀佛,搞不好那個就是空間。 更何況那個空間,裡面那個聲音是聖人的氣氛。 你每一次面對著同樣的一個境界,搞不好你會發現心境就會有不同的轉變。 那這個就是要靠你去慢慢體會,人生就是這樣體會。 我們常常講那個地域眾生,地域眾生它是一念間都不能夠停歇的。 所以叫做地上經驗讀文,它講的求暫停苦一念不得。 就是我受這個苦,我停下來一下好不好,這一念就好了。 假如它有這一念,我停一停好不好,它就出離地域了。 因為地域是暢若生暢若滅的,就出離地域了。 這個意思就是,它只有一念不同,它的思維就不一樣了。 世界就不同,事實上在我們人世界也是這樣。 你在面對任何逆境的時候,假如有一個一念不一樣,你在面對是不一樣的。 所以盡量把佛號念在平常。 這平常都有一個心思收回來的,在看事情。 而且那佛號是聖人的名字。 那你要是決心慢慢靈敏的時候,你念佛號就不再也不是一般人念佛號那種委屈。 你懂得發心嗎?將來決心靈敏,就像我長的。 你看到大山,大山是活在你心中的。 所以你念那句名字,拿摩阿彌陀佛就不只是那六個字。 也不是你心中想要祈求外在一個阿彌陀佛。 你會看到真正你面對這些心心中的智慧,它不斷地在啟發。 那個叫做接吟法。 那你就會相信絕對接吟。 那個不是那種大手接小手到一個歡樂的國度,從此過個幸福快樂日子那種接吟。 那是真接吟,那是心性中的接吟。 那心性中的接吟,你就會相信那當然是國度。 你有什麼心,有什麼國度。 所以你就相信阿彌陀佛把你帶到極樂世界。 這個是真有的,就不是騙人。 常常說你心都不變,我還是凡夫。 你念阿彌陀佛,阿彌陀佛就來接吟你,代表西方極樂,那是騙人。 那個是不可能。 但是心理學就知道不可能,因為你不是。 我還是凡夫。 所以我常講的就是太监常住在皇宮。 雖然常壽皇家的富貴,你看太监出來以後都叫公公,多富貴。 可是你問問他心裡面,他懂得一點皇家的富貴嗎? 一點都沒。 他根本就不是皇家的這種富貴。 他只是向上騙人。 假如是這樣子的西方,我們缺德西方,你也不知道西方在哪裏。 但是佛門中絕對不會講這種西方吧。 佛門中告訴你,心性若是太患,你要是有一分不同, 你的世界你還不要走,世界就變,就有一分都不一樣。 那個是真西方,那個是真西方。 所以你要相信這個決心,所以你就會用於現在, 哪怕是事業什麼,你就懂得發心。 就是每天告訴自己我要發什麼心? 每天在佛像前,早上起來就在佛前發月, 弟子要發十方三世諸佛菩薩,最初行菩薩道的這個決定心。 弟子雖然活在世間,但要用世間每一天的這一些過程, 就是在抵戀,抵立我的菩提心,跟面對世間的智慧心。 每天發月,每天晚上反省回向,反省做回向。 你這樣能夠不斷地堅定這樣子, 9、9、9、10整個心體就太患了。 那我們太患了,還是活在世間。 那活在世間你面對的不一樣, 懂嗎?那就不一樣。 那個年輕人剛開始創業都是跟你一樣, 會有很多的茫然啊,心裏面有很多的擔憂啊, 都是這樣的。 不都這樣過來嗎? 但是這樣過來,很多人都這樣過來。 可是中間不知道怎麼發心, 過來了以後呢,他就是微微緻緻的去照過去了。 所以既然有這個意願到了佛門中來, 趁你年輕,早發如是大心。 這個心是你將來帶來走的。 你要是真正發這個堅定心, 不但你能夠抱父母恩, 將來這孩子幹什麼, 他跟著你,就跟一些那種大山大水在一起一樣, 你也能找他,你也能幫助他。 這叫佛法,這叫以覺應覺,以心應心。 不要擔心,擔心的那個念頭會有, 憂鬱啊,會覺得很多這些煩惱啊,憂慮啊, 現前,一定會有。 像我們現在懂得那個憂慮都會現前, 因為那叫自然,就是如此,法爾如是。 因為法中它就會有正面的聲音, 跟負面的聲音它就會在眼前, 你想要滅掉它都不可能。 但是因為你心是正面的, 看到負面的音聲想起來的時候, 變成那個音聲提息的是你正面的面對的態度。 所以將來就像你成勝成賢, 那負面的聲音還是會起來的, 還是會起來的。 只是它起來的時候, 變成你更懂得眾生負面心事, 你該怎麼面對的智慧。 所以你就可以教育別人, 負面心情起來的時候, 你怎麼要面對。 任何成功的人都是一樣, 它成功以後, 它一樣有很多的負面音聲在眼前, 只是它不太在乎那個負面的音聲。 那一般的凡夫是, 比較在乎負面音聲的人, 它就看不到它內心中正面的聲音, 所以它就變成了凡夫。 事實上它們兩個同時在, 將來你開悟了它都還在, 都在。 開悟了, 你一樣跟別人講什麼是善什麼是惡, 表示那個負面的還在, 你才知道什麼是惡。 所以不要怕它, 只要擔心說, 有負面的情緒性的前世, 有那些憂慮的時候, 我怎麼沒有正面的態度呢? 應該擔心這個, 而不是說在負面的當下, 我要怎麼樣超越負面。 應該是, 我怎麼沒有正面的態度。 你只要有這個聲音, 就不是超越不超越的事。 那個角度就完全不一樣。 好。 有影音樂